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妹家 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位于港区1999年建成的一个31厅的公寓 我们一共是14层建,我们看的是13层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到达了13层 可以看一下这个走廊里面还是非常干净和整洁的 所以说我们的修山沸是不会白交的 我们的楼后面呢就是一个公园 所以说对于有孩子呀有宠物的家庭是非常友好的 我们随时可以去那里散步 这个蓝天白云今天天气好好呀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达了房间的内部了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里的格局吧 我的右手边是一间卧室 左手边也是一间卧室 然后我的身后呢就是客餐厅部分加另一间卧室了 然后我们的柜喜区就在卧室的侧面 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依旧的鞋柜 那我们往里面走看一下吧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右手边的第一间卧室吧 对于收纳来说日本和中国不同的是 日本习惯于镶嵌式的 这样可以节约更多的空间 我们看了第一间卧室 再来看看左手边的第二间卧室吧 第二间卧室相比较来说会小一些 所以说来做儿童房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左手边的灌洗区域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洗衣机放置盘 因为我们是一个三室一厅 所以一定是家庭居住 我们的洗衣机的型号呢 一定是大型号的 所以放置盘就会大一些 这个房间整体的色调基本是以白色为主 所以我们的洗面台也是纯白色的 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 洗区域的对面呢 就是卫生间了 现在就到达了我们的客餐厅部分 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对面就是我们的客餐厅了 在客厅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放餐桌和山发还有电视机 日本的中古公寓呢 在出售之前 房东大多数都会将内部重新装修 所以呢我们眼前的这些设备都是全新的 不仅是我们的卧室有收纳 在我们的客厅旁边 也有一个大型的收纳 可以陈列摆放一些小的东西 紧爱着客餐厅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这个卧室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收纳呢 一面墙都是收纳 这间卧室呢 和客餐厅之间采用的是一个推拉门的设计 我们不把它当作卧室 也可以来当作一个开放式的客厅来使用 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南东朝向的 而且我们又位于13层 所以我们的采光是非常棒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宽敞的阳台吧 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售价 和我们的周边信息吧 这个房子是31厅 约64平方米 售价为3080万日元 那么我们的周边生活设施呢 是非常方便的 距离大阪环状线 奔天桥车站是6分钟 距离中央线 奔天桥车站是9分钟 距离我们的超市呀 便利店呀 还有腰装店 都在徒步5分钟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的家庭居住 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